批 他如果回手去擋 可以擋住了 下擋 這周介紹綜藝拳裡面 前面兩招的用法 一招是上步 批錘 上步批錘之後有個變化是 公布切掌 上步批錘 公布切掌 這兩招怎麼用呢 之前有提過 綜藝拳是由當時780年代 多位大師一起設計出來的一套拳 所以他本身裡面有很多 不同的門派拳法的特色在裡面 我們這支是 特別把綜藝拳當成pre八級在練 所以我們的招式裡面 比較多八級的味道 外面綜藝拳也有這種 T 他這種短靜 我們的切掌是從這裡 批掌是整個批到底 四六步也有 然後發靜起來也有 也有這種打法 基本上是走長靜 是從上一路壓到底 全都在這裡結束 從這裡再後腳蹬 再打成這樣 所以用法上面 比如說 那兩人的出拳 這個是之前常講的這個八分接手 在其邊的拳 還未結束的時候 接手 他出拳未結束的時候 當他攔截的時候 就會破壞他的整個架構 破壞的時候上部 打 這個是長靜 上部 打 這是上部 這不是敲部 敲部的話 有點像這樣劈垂 這是上部全身上去的力量 擊下來 那這不是只是這樣打 這是整個下壓 有些人甚至於會這樣打 再一次 這樣下壓 周一全也有很多 在適用於軍中 或者是警衛隊 所以他這個 再一次 他這個也有 這個琴拉座 也有這種琴拉 壓的擋住 這還有一個變化招 如果他抗 轉變成 公布斜掌 把他推出去 在這裡 P 你他如果回手去擋 可以擋住了 下擋 斜掌 斜掌是從 丹田的位置 然後用後腳力 灌進去 OK 好 謝謝